給我聽 我有一點東西想分享 今天來到這裡 大家知不知道這件事是誰做的? William 沒人認識他吧? William 他是一個出生有皮膚硬的一個人 他現在30歲 他30多歲 其實他的名字也算長 話說去年我爸爸有血癌 也是他陪著我和爸爸走最後一條路 我想分享一個小故事 因為我爸爸有血癌 大家也知道 血癌不能治療 最後他去了一個 叫做 服刊治療的地方 叫做給一些 無法治療的人 叫做舒服 舒緩治療 舒服一點離開 他去到的時候 我就跟他一起去 旁邊的床有個爸爸 也不算是爸爸 六十多歲的叔叔 坐在床上 第一天看到他已經說了Hi 因為我經常探望我爸爸 認識了那個爸爸 叫做可伯 我想說我不是爸爸 是想說那個爸爸 那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我爸爸在一年前 就因為血癌過了身 那他過了身那天 我就 那天剛好跟他吃完飯 在醫院的時候 吃完午餐 他還說 哇 講完粗口 說護士多差 醫院多差 然後我在上班工作 晚上就護士打來 說你爸爸不行 然後我就趕他趕不及 那我去到醫院的時候 那個可伯 走了出來 然後看著我說 你爸爸就好 走得舒服 他這樣跟我說 那 為什麼他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在那裡的病人 大家知道沒得醫 我第一天問他的時候 爸爸你那麼健康 為什麼過來這裡 然後他說 沒有衛醫 不如留點錢給家人 好過 因為 醫血癌呢 一次好像 要幾萬元的 就是他一個療程 要十幾二十萬 那 那一刻我就覺得 哇 原來 原來人命是可以這麼卑微的 是可以因為那十幾二十萬 而 幫他延長 可能延長幾個月 但是他 他是選擇 不用那些錢 而將那些錢 留給家人 我是 那一刻我很佩服他的勇氣的 所以 我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的原因 就是想大家 希望 今天捐一下錢 哈哈 因為 因為我們經常覺得 捐錢是沒有什麼用 但是 其實不是的 是少少錢 對於 就是可能你們少少的捐助 是對於那些病人來說 可能是延長 我不知道可能是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但是那一兩個三個月 對他們 和對他們和家人來說 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今天來看這場表演 是不用錢的 那你們會不會捐錢呢 轉頭 會 不要騙我 那我們 多謝大家 我們送最後一首歌給大家 那這首歌是 我們的新歌 這首歌叫做回家 希望大家 在不開心的時候 失意的時候 都找到自己一個 愛的地方 或者心愛的人 去醫護著他 然後拿回一些勇氣 去繼續出發 最後一首